我不知道是這個陣仗 是有點嚇到 帶著愛權藝人唐玲 帶著粉色鴨舌帽現身 宋達明一執行教會 因為八號是教會五週年聚會 兄弟倆二零二零二零年 先後被案立為牧師 帶領不同教會 局勢就在宋達明教會五週年前 宋一鳴的一起發光教會 封波開始延燒 宋達明沒有談到哥哥的事 而媒體一早在教會守候 沒有等到他現身 曾任教會小組長的教友唐玲 則以個人身分接受訪問 被問到日前鬧得沸沸揚揚的 食衣奉獻問題 所以我的金錢上面 現在其實要做食衣奉獻是有困難的 因為我也有龐大的房貸 還有醫藥費 以及我自己的生活的壓力 我就沒有 我還是來了也沒怎樣 強調教會不會硬性規定 但唐玲說會悔改處理財務問題 而她日前也發文 談到小甜甜與丈夫的新聞事件 心疼小甜甜受訪過程速度哽咽 唐玲針對一起發光則沒有太多評論 畢竟是兩個不同團體 只是教會團結及連結藝人的初衷 如今似乎變冷掉 TVBS新聞